繼續一如既往,多謝Patreon的兄弟支持,令到我在YouTube可以繼續免費出片 記住,8點今晚有直播的封閒節目,蜜追頻道那邊 打來問問題就行,這個發表意見也可以 車路士又輸一場排面不應該輸的賽事,又發生什麼事呢? 今天打大戰,已經沒有用夏威迪斯 而曼城那邊很多球員中招,哥迪奧娜今天是限米煮飯 出不了的球員包括右後衛的獲家,前鋒的耶穌,托利斯 以及守門員的艾達神,要用到後備守門員,這個才是分 而這個後備的守門員一開始就已經忘記了回傳不可以用手接的球例 曼城一開始還很明顯是輸了狀態,猜過半場有問題 因為曼城是少了時間去訓練,用了時間去檢測 曼城組段真的不停受制於車路士的壓迫 而簡迪在組段的壓迫力還挺好 不停破壞到曼城的控球權 變了車路士多了時間可以控球在腳,而曼城是要被迫收縮的 林柏特賽前可能是想到曼城最近少了日子訓練,不夠體能 所以就希望車路士可以在一開始利用快點入局的狀態 去用壓迫來搶多些控球率 令到曼城一開始拿不到節奏,而曼城拿不到控球權就不是曼城 林柏特這樣想著去摧毀這個曼城 其實這一種的想法、做法都不錯 是錯的,早段唯一車路士那邊有問題的就是 師爺志太過多用長傳,而長傳就不夠準確 那簡迪的派牌做做下也不是很好 但其實這些問題也不是嚴重到要令車路士落後 真的導致車路士落後的原因 是他們的後防線太過不堪一擊 曼城一偶然控球在腳,史特寧拉到右邊做六頁插入 接應變形系統的簡歇路在禁區頂送的美麗直線 立即破了密集 只要史特寧拉右邊就真是厲害的 有時候都真的防不勝防,這裡我理解 但這件事之前也有一下就是曼城只不過是普通的中路突破 今天有時候扮演影子前鋒的迪布尼都輕輕鬆鬆可以在中路 轉身拿球入禁區射門 是沒有車路士防守球員給他壓力 去到了17分鐘,這次真是嚴重了 科丹根本沒有拉邊,只不過又是曼城的中路突破 車路士的防守區域又不是不夠人 通常車路士的防守區域救人的話,人家中路突破都很難搞定 這次只要蘇馬給點壓力,科丹頂著科丹的屁股 曼城就沒那麼容易入球 但竟然科丹這次是可以很輕鬆在禁區頂拿球 是沒有人頂屁股,可以輕鬆再交球給插入來的 根縮根道簡,這樣領先1比0 大家要記住,一開始車路士形勢是不錯的 落後的時候其實是有點突然的 而這個就是某個別球員突然之間犯錯的表象 雖然科丹的確是有禁區頂停球的技巧 而後上插入也適合根縮 但車路士的防守又真是過分鬆散 蘇馬的確是很大的問題 而蒙達也沒有什麼意識去跟回根縮入禁區 所以這球球都不可以叫做曼城的無風陣演繹得非常好 只不過是車路士的防守太差而已 兩分鐘之後又是蘇馬出事 當時曼城是想打一個快攻的 成功在壓迫力度沒那麼大的師爺志那邊猜過了半場 所以車路士某些防守球員這次都是有需要參與一下局部地區性的壓迫才行 不可以後防線一尾縮 一尾退縮就被人步步進迫了 可惜蘇馬竟然真的縮了 他突然之間就好像毛主孤雲一樣 完全不知道怎樣做是站在那裡 其實他只要向前壓迫 壓少許壓力給迪布尼 迪布尼其實已經很難可以向前再交球 好了 蘇馬他沒有迫 迪布尼真的向前交到直線上去 之後迪布尼再自己跟進無波走位插入禁區 那曼城就開始打入禁區了 蘇馬在這一刻他應該要跟迪布尼 但是他又不跟迪布尼入禁區 搞到車路士真的被人打入禁區的時候 是不夠防守球員 科登竟然是可以在禁區裡空空如也輕輕鬆鬆入球 車路士突然之間就被人拉開了紀錄 蘇馬這一次你一是就逼出去逼散對方 你一是就回回去 他兩樣都不做站在那裡 這個表現是不堪入目的 所以即使車路士的高位或者中位的壓迫是OK 都沒有用的 也都浪費了車路士一開球的優勢 其實車路士控球在腳都試過破密集的 28分鐘就是天武雲拿送直線 給佩蓮石插入禁區底線 進攻那方面你不可以說車路士做不到事 但是在防守那一邊突然之間有球員太過差 還要撞正是大戰對手叫做曼城 形勢就急轉直下還要輸壞了 坦白說蘇馬只要這兩次做好一點 其實真的可以不用落後這兩球 如果是這樣的話一直是0比0 那33分鐘的進攻佛球 車路士就未必需要玩到有前無後 就算我當真是有前無後 而簡迪作為Last Guard的位置 又必然是犯錯 他的傳送必然是出錯給對手單刀也好 曼城最多的就是靠這一下 史特寧的單刀迪布尼保重去領先上半場0比1 都是領先一球的 但是車路士的後備力量是有優勢的 下半場變了落後一球也有得打 我在Patreon或者Youtube的賽前專屬直播預測當中 是有這樣說過的 曼城是有方法上半場領先到的 當時我看完曼城的正選陣容之後 我就說曼城不是在死的 除非用我這個方法 史特寧拉右邊科登左邊 接著打個無風陣 這樣的話曼城上半場是有機會領先 而哥迪奧娜又真的作出了最佳的組合 以及擺位構成無風陣 這裡先贊哥迪奧娜 但是正常來說 曼城真的你看完那三個入球之後 你會知道蘇瑪如果做好一點的話 只是領先一球 曼城只可以 那車友士下半場就變了有後來居上的機會了 但是真的想不到 蘇瑪突然之間可以蠻到過了火位 差到過了龍 令到車友士輸到壞了 那蘇瑪的責任其實是比簡迪大 因為蘇瑪是錯兩次 而簡迪是錯一次 而且 簡迪是在傳送上高15 傳送比較複雜 要兼顧的東西比較多 而蘇瑪作為防守球員 他給壓力 對手和封位是最基本的東西 都不需要用什麼腦 你努力點迫在別人那裡 所以蘇瑪的問題真的比簡迪大 當然簡迪的犯錯 整件事來說都很複雜 正裝版微觀星話同步那邊 我會解釋到為什麼簡迪在33分鐘 會作出一個這樣的傳送決定 而送大禮 其實整件事是跟6分鐘一開球的時候 發生過一件事有關係 但必須要有畫面加上剪接 才可以講得清楚一點 大家可以回Patreon 支持微觀星話同步 還有這一球球當中 搜悶員Mandy以及史日玲 雙方都做得不夠好 最終萬城入到的這個球 是靠運氣中儲再保重 所以理論上 車號士上半場落後到三顆球的原因 就是有某一個個別球員 人為疏忽再加上運氣的結果 講到這裡可能你又會問回 那林柏特作為教練有沒有責任呢? 答案當然是有的 稍後我就會詳細講 不過在講的之前 我都需要跟大家釐清一個原則 就是今天真的車號士某個別球員的責任大過教練 對著阿仙奴契波 林柏特的正選陣容問題 真的多很多 多過今天很多 今天的問題相對是少了 蘇馬之前好地地 突然之間今天出事 又真的沒有人猜得到 林柏特都真的很難說避免到 所以最大的問題 就只是用了剛剛復出 不是說很夠狀態的師爺自打正選 對阿仙奴那一場也是用了剛剛復出 不夠狀態的詹斯打正選 兩場波林柏特都是太過急於用剛剛復出的球員 都可以叫做輪換的問題 但是這次來說 林柏特一開始是想用控球去毀滅這個萬城 用這個組織力比較好的師爺自打正選 又不是說完全沒有道理 所以林柏特今天比較大問題的地方 是他的臨場調動 上半場車號士球員的問題大過林柏特 但是半場已經搞到落後三球是事實 教練是時候需要在半場的時候 站出來做些事 希望扭轉乾坤 可惜了 林柏特半場可以說一些事都做不到 或者沒有做過 其實絕對是不可以不做事的半場 上半場意外落後三球 成為了非常時期 非常時期就變成需要用非常手段 非常手段 你唯一可以做的非常手段 就是大幅度去調動 看看車號士上半場某些球員的表現 你會發現半場的時候 真的有需要一口氣換光三個人 沒錯 半場的時候一口氣換光三個換人名額 是很高風險的 但是比賽都已經輸了九成 處理當前的急務 就已經比考慮風險更為優先得多 而且一口氣換走有問題的球員 是會有即時的效果 首先 蘇瑪和賢迪已經受到上半場的失誤 而搞到下半場沒有了信心 下半場一開頭 你看到蘇瑪和賢迪都不停失誤 拿走他們兩個的話就可以避免失誤 而且取代他們兩個的球員壓力也沒有 所以取代他們的球員上來 有表現的機會都是大些 加上對於其他球員來說 你這樣調動是有公平的作用 教練可以透過這些調動去懲罰一些犯錯的球員 同時間就是告訴其他繼續踢下半場的球員 教練讓你繼續踢 即是說你上半場沒事的 你們要有信心繼續踢下半場 一口氣換多些球員 也可以令整支球隊有一種重新離過的感覺 去忘記上半場的問題和感覺 這樣下半場才有得耳目一身去玩 所以我認為是應該半場就大刀闊斧了 蘇瑪、賢迪一定要下場 這個是姿態來的 是教練要作出來的姿態來的 而大家可能會認為第三個要下場的球員是施耶哲 不過我認為更加要下場的球員是天武雲娜 大家都知道天武雲娜是休息過一場賽事 即是輪換過的 但你也看到了 上半場他的速度都是不快的 證明林柏特之前已經用到他乾了糖 今天上半場都沒有東西看 半場都是立即換好過的 用銀河為一方便下半場明買明買博萌 至於你問了 那施耶哲又怎樣處置呢 當然我也是會覺得 施耶哲今天不應該打正選的 奧道爾才是應該打正選的 但如今施耶哲都已經米爾城吹打正選了 又與其用夏威迪斯其實差不多 我覺得倒不如繼續試試用施耶哲 只要改變他的位置就可以了 其實施耶哲的問題就是他不夠狀態去加速爆發跑 但那些小動作還是可以 所以就是說不應該放他到邊線 應該放到中間進攻中場 鑽絲耶哲下去打中路進攻中場有個好處 就是順勢奧道爾取在簡迪 你就可以將整個結構變得更加進攻型去搏命 亦都可以同時多一個換人名額去換走蘇馬 是改變結構亦都可以換到一些人 或者我這個建議不是說最好的 大家可能會找到更加好的建議或調動方法 我同意一口氣換三個人的選擇有很多種 不一定是我對的 但是我就要堅持去一口氣換走三個人的這個原則 無論用哪一種調動方法 林柏特都應該在半場的時候非常手段換三個 希望下半場會有不同的局面 這樣才有價格 如今林柏特都要去到下半場 這個是64分鐘才換第一個 畏首畏尾就沒什麼變化可以做出來 當然就是輸定的 球季來到這一刻 林柏特真的沒有上一季IQ150的調動光環 相信應該就是車路士的走勢不太好 令到林柏特就沒有上一季那些調動的膽色 其實隔壁那間倫敦球會 阿斯奈今季曾經都入到低潮 但是阿迪特就表現出膽色 這個膽量就比林柏特大了 大膽用新的進攻結構 進攻組合 用有能力的年輕人 這個是史密夫露維 現在逃出新天 林柏特在這個時候要向阿迪特借鏡 一定要用多些經常打後備 又不夠比賽時間 坐後備坐到有冤屈氣的那班球員 其實車路士今季的班底口 是有很多這些有冤屈氣的人 例如德國的中堅 魯迪加奧道爾 銀河維一基奧特 甚至乎都可以唯有用回這個佐真奴 因為你也真的看到簡迪搞了這麼久 那些派牌都沒有什麼進步 其實簡迪在佐真奴身邊掃蕩 這個是一個不錯的中場組合 你說佐真奴跑得慢 防身力頑皮 用多些肌膜壓也好 現在車路士成績沒什麼起色 為什麼不用多一些 就是其他在後備席的人 林柏特是時候要變招 如果再不變招就沒有出路 一直在低谷走不出來 以車路士的管理層性格 是必炒林柏特的 對於我自己來說 炒林柏特是可惜一些 林柏特是有質素的 有潛質的 他也是車路士的傳奇人物 理論上林柏特應該是一個很強的凝聚力才是 但是他今季就是不夠經驗去處理複雜的人員調動 人員結構 其實他的教練團隊都是不夠經驗的 如果敵不過這個偶然的低谷 而沒有了一個培養新教練好教練的機會 其實確是可惜一些的 Patreon的片尾彩蛋部分 今次這條賽後平講車路士那邊講了很多 是時候要講回多些萬城 雖然我在賽前的Patreon 預測這個專屬直播當中 已經想到萬城的最佳組合 就是這個無封陣 這樣做過萬城就有機會上半場領先都講了 但是我當初突然是對於哥迪奧娜的信心不夠 我覺得哥迪奧娜應該不會想到這個無封陣 誰知道他真的想到 而且他還想到一樣就是我完全想不到的東西 這個決定又真是讓他做得不錯 哥迪奧娜做了什麼 希望大家去Patreon支持 也會說車路士以及萬城的前途 如果你想對於何迪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就很幫到手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也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當然就是沒有廣告 7元美金的話 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就直接有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就去到精裝版了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去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是蔡侯平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若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 你可以裝一個拍照 即是tap and 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多謝大家了 拜拜